美股波护华尔街专利 大家好 我是米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过去这几个月的市场 对于咱投资者来说 可以说是相对比较艰难的 自从7月份以来 标普从最高时的4600点 一路下探到了4100点 跌幅超过了10% 然而这种情况 似乎在本周发生了逆转 美股连续几天出现了大涨 作为一名长期投资者 要买这种短期的市场波动 并不会引起我特别的注意 但是本周的情况特别特殊 一连串的时间预示着 可能即将要发生变化了 而更为关键的是 有些颠覆性的事件 却并未摆在台面上 它不是我们投资者 普遍地会关注的话题 但却对于金融市场 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也正因如此 一旦它出手 就经常会搞得咱投资者措手不及 说它是美股背后 一位隐藏的操盘手 一点都不为过 今天这期视频呢 美头军就打算 好好跟各位看官分析一下 当前的美股市场 看看美股的投资逻辑 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未来又会如何的发展 顺便也给各位看官揭秘一下 这位隐藏的操盘手 到底是如何影响 当今的美股市场的 掌握了这则先机之后 我们又能把握怎样的机会呢 既然今天这期视频是要分析市场 那咱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 就是影响当前美股市场涨跌的主旋律是什么呢 影响美股的因素有太多 如果我们挨个分析 经常会找不到重点 我的习惯就是先抓主要矛盾 然后再深入分析 我们不妨来简单看看 影响美股的几大主要因素都表现如何 美国经济在这段时间 其实表现得非常强劲 三季度GDP甚至冲到了4.9% 而通胀在这几个月内也一直稳步下降 控制的其实也还不错 而另一边 企业盈利也超出了投资者预期 无论是上个财报季 还是本次财报季 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得都非常亮眼 可是即便如此 美股还是义无反顾的下跌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回看过去一段时间的市场 主旋律还是非常明显的 这就是异常飙升的长期利率 而这正是我们分析当前市场 要抓的主要矛盾 我们知道长期利率 是企业估值最重要的指标 它的上涨会压缩估值 而它的下跌便会释放估值 下面这张图就是今年长期利率的表现 可以看到从7月份开始 长期利率便开始了止不住的飙升 仅仅4个月的时间 就从3.7%跃升到了5% 而巧合的是 美股大盘也正是从7月开始 一转之前的强势涨势 开始了掉头向下 而最近这一周 长期利率开始大幅下跌 而股市也相应的出现了灰暖 显然 长期利率的走势 俨然成为了影响当今美股 最重要的因素 不过 光抓主要矛盾还不够 更重要的是 咱们还得了解 长期利率异常的涨跌背后 究竟是谁在起着关键作用 而这就要引出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位 幕后凑喷手了 谁呢 美国政府 说美国政府是影响长期利率最主要的原因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并不买账 确实 稍微有点经济学尝试的人都知道 长期利率是市场行为 多数情况下 政府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事实上 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 通常都比较小 这也是他经常被忽略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今年这个时间段非常特殊 政府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 但却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组数据 下图展示的是 美国财政部 TREASURY GENERAL ACCOUNT 简称TGA账户的余额变化 TGA账户可以简单理解为 是美国财政部的银行存款账户 可以看到TGA账户 从6月份的几乎无钱可用 5个月的时间 就一路飙涨到了现在的 8000亿美元 可能有看过还记得 6月1日 正是两党达成 上条债务上限协议的日子 那么这钱的来源 也就不言自明了 正是通过大规模的发债 而筹得的 最关键的时间点 就发生在今年的7月底 当时美国财政部宣布 要在三季度增发 1万亿美元的过债 这在当时 是完全出乎了投资者的想象 要知道 当时这个发债规模 直接比市场预期 多出了30% 而且还是在 极高利率的环境下增发的 这对于政府的压力 可想而知 而如果我们再看 长期利率的走势 正是从7月底时 开始出现异常飙升的 我当时还特地 出过这么一期视频 来提醒大家美债的风险 可是美国财政部 似乎毫无顾忌 不仅大规模发债 筹来的钱也没闲着 全部都大手笔花出去了 根据最新的数据 二三年美国财政赤字 已经高达了 1.7万亿美元 这是什么概念呢 市场本来的预期 今年的财政赤字 只有0.7万亿 这相当于是 足足多花出了 1万亿美元 可见财政部在花钱上 是有多么的肆无忌惮 而正是政府的这种 不管不顾的行为 直接引发了 债势的动荡 在行业内 这还有一个专业的名字 叫做债势易景 债势易景指的是 当债券投资者 对于一国的财政政策 没有信心的时候 就会选择抛售债券 倒闭债券收益率的上升 以此来抗议 挥霍无度的政府 一个经典的案例 就是去年 英国前首相 特拉斯的骚操作 他在通胀最高点的时候 推出了一个 震惊市场的减税计划 这使得当时的英国债势 遭到了历史性的抛售 差点就把整个国家的 养老金和保险公司 就全都搞崩了 相信有不少看官 对于那件事还记忆忧心 这就是投资者 对于政府财政 失去信心的表现 而过去几个月的美国 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投资者对于美债 失去信心 美债评级被下调 大量美债遭到抛售 而与美债价格成反比的利率 便开始了异常上涨 而这也进一步引发了 近几个月股市的下跌 不过最近这一周 一起标志性的事件 或许会改变这一现状 这便是本周三 美国财政部最新发布的 第四季度融资计划 根据这个计划 四季度财政部将会增发 776个Billion的债券 相比于上个季度的 1万亿来说 削减了23% 而776个Billion 也比市场最初预计的 852个Billion 有了大幅的下降 显然财政部也意识到了 他们对于金融市场 所造成的危害 除了发债的数量外 这次发债的年限 也做出了非为市场的调整 财政部长耶伦表示 他们不会增发 10年期以上的偿债 而将发债都集中在了 7年以下 甚至是1年以下的短债内 对于金融市场来说 这种短债利率的影响 就远没有偿债利率那么大了 不知道耶伦的这一举措 是否考量到了 金融市场的动荡 但他嘴上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他解释称 他这么做 是因为10年期以上的债券 有期限溢价 发偿债并不划算 其实在我看来 这也不过是个借口罢了 现在偿债遭到了大幅炮售 继续发偿债 恐怕需求也不高 还会继续推升长期利率 对经济造成威胁 如果他们真的一意孤行这么做 那么还可能会导致 美国财政压力变得越来越大 可持续性将会受到 一个很大的威胁 但这些问题 耶伦是不可能直接说的 至少从目前来看 这一政策转向 确实能够在短期内 缓解长期利率的压力 而作为投资者 我们也不能仅仅关注短期 还要看到 这种政策转向 是否能够维持 虽然说政策往往是最不可预测的 但我个人认为 这种转向 应该能够持续一段时间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 是财政部已经没有那么强的 发债紧迫感了 我们回到刚刚那张 财政部TGA的账户图中 可以看到 现在TGA账户的规模 已经达到了8400亿美元 这已经超过了财政部的目标 7500亿美元了 也就是说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 继续激进增发的必要了 第二 一些之前拖欠的财政收入 勇往在未来缓解美国财政的压力 比如 今年上半年因为极端天气 而延后的税收 再比如 拜登之前一直延后的学生贷款 这些收入都很快会恢复 充实美国的国库 第三 是之前两党达成的 债务上限协议中 明确规定了 未来两年 财政支出必须要缩减 尽管目前还没有看到实际的效果 政府的承诺 也不能完全相信 但这毕竟是一道枷锁 勇往在未来实现一些效果 综合以上这几点 我们能看出 美国的财政状况正在改善 继续发展的紧迫性 已经没有那么强了 前段时间 美国财政提职业账户过于亏空 而拜登政府的撒钱方案 还无法及时刹车 外加财政收入上的捉襟见肘 导致他们不得不大肆发展 这给金融市场 就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说他们是操盘手 可能有些言过其词了 毕竟他们没有动机 去主动操纵金融市场 但说他们是影响长期利率 最重要的因素 我想毫不为过 而目前来看 这种情况 又往在未来得到持续的缓解 也能释放一部分 给金融市场带来的压力 分析完财政政策 我们还需要将目光 转向其他领域 毕竟财政政策再重要 也不是唯一影响长期利率的因素 我们还需要分析 其他对于长期利率 起到关键影响的因素 未来会如何发展 有一定金融学常识的看观 就会了解 长期利率作为一种市场定价的产物 它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有两点 一个是货币政策 一个是宏观经济 虽然说美国政府 在短期内抢了风头 但拉长周期来看 我们更需要清楚 这两点对于长期利率 以及美国股市的影响 关于货币政策 前段时间市场的共识是 Hire for longer 也就是保持利率 更高且更久的时间 这点共识 在9月联储立会后 达到了顶峰 因为当时美联储给出的点阵图显示 24年只会降息两次 这就意味着 高利率可能要保持超过一年的时间 这种更高更长的利率预期 自然就推升了 仅其长期利率的走势 也进一步的给美股造成压力 而在本周三 美联储发布的最新的利率决议中 这次他们保持了利率不变 似乎加息已经到了尾声 但是美联储对于未来 Hire for longer的预期 却并没有松动 对于这种货币政策的预期 我个人认为 短期内恐怕很难发生改变 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分析师认为 美联储会维持更长时间的高利率水平 不过对于这一点 我个人倒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虽然说美联储不会轻易松口 但我认为 他们最终真正落地的政策 很难Hire for longer 如果你去翻看过去两年 美联储历次给出的点阵图 就会发现 他们对于自己货币政策的预测 都没怎么对过 更别提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测了 所以说 这样的点阵图预测 除了能够控制市场情绪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的指引作用 而如果我们拉长一点时间 来看过去60年 货币政策的历史 你就会发现 美国历史上 几乎就没有出现过Hire for longer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自80年代以来 美联储总共进行了11次加息 而没有一次 是能够在最高点 维持超过一年的时间的 最长的一次是07年 也不过就是将满一年 可之后便是百年一遇的 08年金融危机 以及史无前例的低利率时代 而这绝不是巧合 究其原因 就是因为Hire for longer 它不符合经济规律 经济要不就是在低息的环境下 快速扩张 要不就是在高息的环境下 加速下滑 你很难期待 经济能够在高息的环境下 还能长时间的维持 那这个劲儿就太难拿了 而一旦经济开始承受不住 美联储就必须要被动的开始降息 所以即便政策制定者 打算维持高利率很久 经济也不允许它这么做 所以说我觉得咱投资者 有必要辩证的来看 美联储Hire for longer的预期 一方面我们最好不要跟它对着干 即便美联储总会犯错 但和它作对 往往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的结果 而另一方面 我认为我们也需要时刻做好 利率随时提前下调的准备 而在利率下调之前一定会先出现经济亮红灯 这便是我们把握关键市场节点的一个信号 既然咱提到了经济亮红灯 那咱接下来就有必要来分析一下 宏观经济对于长期利率 以及对于股市的影响了 在今年7月底的时候 市场对于经济的预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软着陆取代了衰退 成为了更大的一个共识 而经济增速是影响长期利率的一个重要指标 这一点共识的改变就也使得长期利率出现了大幅的上涨 这点我在之前下半年投资布局的视频中也跟大家分享过 而在7月份过后的经济数据中 我们也不断看到有数据来印证了这个预期 像美国三季度GDP竟然就冲到了4.9% 而失业率也持续维持在低位 美国经济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韧性 这便在进一步带动了长期利率的上涨 而在当下这个长期利率主导的交易逻辑之下 经济的强劲并未支撑股市的表现 反而因为利率的上涨而压缩了股值 不过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往后看 情况恐怕要发生一些改变了 自从进入四季度之后 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放缓信号 比如周五刚刚公布的大非农就业数据中 无论是新农就业失业率还是工作时长 薪资水平无不出现了放缓 而在周四发布的失业救济金数据中 过去六周持续领取救济金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这说明被裁的那帮人回去再找工作 正在变得越来越难 而美国消费的情况也同样不容乐观 美国九月份的储蓄率已经来到了3.4%的超低水平 上一次如此之低还要追溯到08年金融危机 这是经济疲软的一个重要体现 说明美国人现在的消费并不可持续 而从银行信用卡使用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 信用卡使用率出现了大幅的提升 美国人靠收入来维持消费的能力正在下降 可以说前段时间 投资者被强劲的美国经济给惯坏了 当衰退的担忧逐渐缓解后 经济强劲似乎成了一个永恒不变的共识 但无论衰退是否会到来 何时会到来 经济规律它是不会改变的 那就是没有谁的经济能够在高利率环境下 一直能够保持 而放缓将会是一个必然 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而这个转折点 我认为马上就要到了 之所以这么说 我们还得回到上面提到的 美股操盘手 财政政策上去 实际上 如果你仔细研究今年的美国GDP增长 就会发现 无论是政府支出还是投资 都跟财政政策有密切的关系 正是因为极为宽松的财政政策 才造就了今年美国经济大超预期的结果 如果不是财政政策的支持 也许经济疲软的现象早就开始显现了 可是作为一名普通的投资者 我们却很难感受到这一点 因为财政政策的受益对象 从来就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 而上面我们分析了 财政政策的支持 恐怕很快要退出舞台了 没有了政府这只手的支撑 光靠消费者和企业 很难在高利率环境下 持续维持繁荣 这别人为什么我说 美国经济从这一刻起 可能逐渐就要开始显露疲态的原因 而这一点 长期来看会增加股市的风险 但是短期却有望缓解长期利率的压力 对于股市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 说到这 我相信肯定要看官 对于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并不买账了 确实这期视频 咱没时间来展开讲财政政策 对于当今美股具体的影响了 这部内容 我在每头pro上做了详细的分析 看完后你就能意识到 本轮经济周期中 财政政策到底发挥了怎样具体的作用 在每头pro中 我经常会对于一些宏观话题 做一些深入的研究 有软着陆可能性 美国消费趋势 低利率时代能否回归 等一系列研究性的话题 这些研究性话题 不一定能够马上帮你赚钱 但却能够帮你更好的理解市场 更安心的投资 感兴趣的看官 欢迎加入我们 链接我放到了置顶评论区中 到这里 对于当前市场的分析 就做得差不多了 最后咱们做个简单的小节 现如今 美股的主要交易逻辑 还在于长期利率的走势 从7月份开始 财政政策的宽松 货币政策的Hire for longer 以及美国经济的异常强劲 加在一起 造就了长期利率的逆势上涨 也就导致了股市的疲软 但是这一现状 有望在近期获得改变 财政政策已然出现了转向 而美国经济 很可能已经开始显露疲态 这有望在短期内释放 长期利率上涨的压力 利好股市 而货币政策 虽然短期内改变不了紧缩的现状 但是我认为 最终也许不会像市场预期的那样 维持紧缩太久 总和所有这些分析来看 我认为 接下来的美股 很可能会迎来一个窗口期 一个在经济 暂时没有亮红灯的前提下 估值释放的窗口期 这时市场会相对比较平静 甚至可能迎来不错的上涨 但需要警惕的是 这种政策导向的估值释放 恐怕很难维持 现在的市场 在一个坏消息 就是好消息的市场交易逻辑下 投资者更加关注利率的变化 而一旦经济持续的疲软 惯性加大 那到了某一个时间点 市场情绪就很可能会发生转向 现在导致股市上涨的原因 届时都很可能成为 股市下跌的导火索 具体的时间点现在很难判断 但最好不要现在冲得太休 那么我们投资者 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市场环境呢 我个人认为 在这种环境下 债券会是一个很不错的资产配置 一方面 长期率率下降 最直接的利好就是债券的价格 而另一方面 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不断增加 债券这种避险资产 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不错的保护 为家 当前债券的价格 也来到了一个相对比较诱人的位置 这值得我们关注 我知道 一提到债券肯定就有看官会想到年初时 我在债券看法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确实当初我没有料到财政政策 对于债券价格 以及对于美国经济有如此大的影响 这是我当时的一个误判 可能也给不少看官造成了损失 我确实很抱歉 我自己也亏了不少钱 为此 在今年7月底的时候 我还紧急更新了两期视频 重新分析了债券市场 承认了错误 也宣布了我当时止损的操作 但从留言中我也能看出来 不少人还是心存怨气 我也都能理解 本来我想说 那就别提债券的事了 少招点骂 但我也实在不想因为之前的错误 改变我现在真正的看法 投资大师彼得林奇说过 真正成功的投资 往往都是在第二次购买的时候 才能赚到的 第一次投资 往往考虑的不够充分 然而失败之后 又会像对待前女友一样 生怕犯回来再看 我虽然无法确定 这次的判断是否能够准确 但至少我自认为 我比最初时投资债券 有了更深的理解 所以我也就如实 把我的一些想法 分享给各位了 大家做个参考 但你真正做投资决策的时候 还是要自己把关 如果你喜欢美头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